安定区長的事務已經是很久沒人到臨 總算是決定郵到責任区長李耀祖來出臨 李責任区長的當代會郵到 客家区長 区執營來臨臨 認為区長對到新的事務 都有幾個新聞長帶大家來了解 安定区等台加臨新区長的臨算 已經有很久的時間 現在已經有市府調臨 責任区長的李耀州 前往安定区就一個新人区長 對臨時比同梯李耀州標示 修宣會來了解電影訴求 並且加了人口周邊的建設 讓安定区能夠感報有新的發展機會 那我想市長應該他有要我說 就是說能不能利用我在 佐證花式園區的這一年的時間 相關的一些文化領域也好 或者是一些在地的資源特色也好 那是不是在安定區這邊 臨近著一個南科區 是一個正在發展的一個區塊 那看安定這邊有哪些的資源 可以來結合不管是中央 或者是地方的在地資源 一起來努力 讓安定這個區塊也能夠更發展這樣子 另外對學家庫調領到佐證庫 擔領區長的邱志龍標示 會在第一期間來 沈致地方拜訪 並且將學家辦理散熱觀光的經驗 提供的工作同臨作參加 期待讓我們將地方觀光散熱 進一步來提升 我們做中央可以說 金庫比較少 賣得比較少 我們要怎麼來求我們人 來跟我們做中央 所以以外學家 在多了三十幾年的經驗 我們大家都知道 學家規劃最多的 我想說 規劃這個經驗 是如何去推展 如何去折額地方 工廠 還有地方人士寺廟 希望把這個經驗 能帶到佐證 就是將我們推展佐證的 觀光的一個經驗 在環遊做中央調里耀州 比人士調領全都安定區 做中央親和理長在第一時間 都沒有比同第一時間 心理準備 並且對於理工調 大家來做中做不多久 而比調走 都感覺非常不理解 不可待的理事 了解他了 也就讓理工調可以 帶領新的節目 既然蕭劍為中央補得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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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